老师好 针对您想要在欧海云端教室里面 使用这个CAMBA的教材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在OneNote里面是能够加入的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老师你的教材准备好之后 你可以到CAMBA的右上角 从这边把你的教材连结 把它设为具有此分连结的可以检视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复制起来 那复制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OneNote里面来 例如我在这边已经先做好了一个 这样简报网址的测试 那您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从这边加号新增单元 选择网页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把这个网址先贴进来 接着呢再把你的单元名称写好 这样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下面这边 把储存成抄稿 存好之后呢 我们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发布的动作 把这个部分呢做一个确认 所以只要是您有新增修改删除 在OneNote里面一定要记得按下发布 接着我们就可以回到OHA一端教室 那您找到这个OneNote的教材 还有您刚刚的这个课程 把它直接点中间这个就好了 按下去 它就会在另一个分页里面 把CAMMA的教材打开的 就是像这样的方式 您就可以使用 您可以参考看看